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的計劃很簡單 我們煎一個煎雞翼 脆皮腐乳雞翼 很夠味的 送走送飯都可以 我們先看看原材料 我們有一磅多一點的雞翼 在冰箱解凍好 然後拿出來洗一洗 然後用紙索乾 剛才我們檢查有沒有毛 很多時候都會有毛 雪藏雞翼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現在不想用雞翼的 你可以用雞翠 然後我們用蒜頭 紅椒、薑 薑是用醃雞的 這樣鮮味就會出來 綠粒的蒜頭就可以了 少許紅椒是搭式的 不辣的 蒜頭、辣椒 最後會炒少許 味道更香 首先我們把蒜頭壓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左手按一按 刀頭 右手放在這裏 這樣 切的時候會方便些 乾淨些 這個方法很棒 我們切些蒜頭 不需要太細 剛剛的尺寸就可以了 然後一片薑 厚一點 接著呢 我們把它切粒 切完粒之後 壓一下 它的味道就會容易出來了 你可以拿少許薑汁 用來醃雞翼的 可以更鮮 鮮味一點 接著呢 紅椒 少許就夠了 搭一搭式 這些紅椒 不辣的 所以不用擔心 那你或者你可以用這個燈紅椒 都可以的 沒問題 我們先切條 在肉那邊下刀 不要在皮那邊下刀 這樣呢 它會耐放很多 在肉那邊下刀 皮那邊下刀 出水嘛 出水呢 就不敢放了 我們將它切條 然後切粒 放在一邊先 接著呢 放在碟裡 雞翼 一隻 我會切兩隻 單骨雞翼 我們在骨 和骨之間那邊下刀 有些人喜歡吃單骨雞翼 有些網友跟我說 就是這樣切 很簡單 我們在骨和骨之間那邊下刀 就可以了 兩邊的 另一邊 骨和骨之間 一刀切下去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有影片做過 你可以看的 其他那些我就不攪拌了 全隻 接著我們有些薑粒 然後呢 讓我量 量多一點 至三粒的腐乳 它有些汁 我們倒少許的汁 醃進去 這次呢 我們用腐乳來醃 這樣呢 很快 很入味的 這樣就很簡單 腐乳已經有咸味了 變成我們不用加很多東西 我們加少許的 廚酒 紹興酒 接著你加少許的糖 這樣就OK了 這樣呢 只剩下少許的胡椒粉 搞定 份量呢 我寫在營光網上 把雞葉放進去 醃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了 等下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你的廣告 一邊幫狗的貓貓掃背 全份呼吸板 或者騎樓走一邊 麻煩麻煩 醃一個多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步驟去做 等下會令它更加脆的 這些是比較容易做的 有帥仔的顏色 就是生粉 醃了一個小時之後 將它放在生粉裡 上一上這個生粉 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沒有生粉 你可以用粟粉的 都可以的 現在我們中火起鍋 燒熱一隻鍋 放一點油 比平時多一點 即是鍋熱了 接著我們放油 燒熱一點 不用擔心這麼多油 等下會倒出來 即是煎完之後 煎完之後 煎完之後 是有多的 我們放一隻 拖一拖它 順滑的 我們放其他 順滑的 順滑的 順滑了 這樣它就不會黏 我們慢慢將其他 放下去 不要一次過 慢慢放 這樣它的溫度 就不會下降 這樣它就不會黏 煎出來 靚仔點 顏色更好 先煎 底面 煎到差不多了 我們慢慢將它放滿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保持中火 否則它不夠力 我們把它蓋一下 先把它蓋一下 稍微熟了 中至小火 蓋上它來煎 這樣快點熟 煎到下面有色 約我三四分鐘 那中間 因為我火力小 中至小火 我們不停搖動 它的攀 轉換位置 這樣它就會快點 大家看到了 開始 它已經開始有點熟 我們看看裡面 下面那個 又夠色 很漂亮的 金黃色 那層皮很脆的 然後我們不需要再蓋過 我們就這樣 煎兩邊 煎到有色 基本上 很漂亮的 它呢 就熟了 因為剛剛我們 焗了它四分鐘 焗的時候 它就 蓋過之後 熱力很厲害 可以焗上去 我們再煎另一邊 蓋它就熟了 除了送酒之外 其實送飯都好吃 給小孩子 有時候 小孩子始終都喜歡吃香 好東西 那 自己做吧 簡單方面 好帥 顏色 現在呢 要不要用中火 已經OK 因為我整個鍋都是東西 那 又打開了蓋 所以我們用中火煎它 慢慢煎到它有色 這樣就熟了 當然 你可以拿一隻出來吃一下 那你就知道它生熟了 或者呢 你用牙籤 刺進去 它流出液體 是透明的 不是粉紅色 不是紅色 這樣就熟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反過來 看一看 搞定了 兩邊都有色 兩邊都脆了 現在的 基本上是可以吃的 接著方法就拿一隻出來試一下 就知道了 然後我們再反回去 這樣就搞定了 已經熟了 很帥仔的顏色 很脆的 皮 裡面呢 很juicy的 簡單單 煎個雞肉 不太好 肯定你吃不成 接著呢 我們先拿它出來 已經熟了 我們拿它出來 然後 它還有很多油 用鹽多油 就倒進去 然後我們把蒜頭辣椒 放進去炒香 炒香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鹽西 就放一點鹽西 炒起來 就更加香 接著呢 我們把這些蒜蓉 這些蒜頭 這些辣椒 我們淋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放在旁邊 都可以的 一樣很好吃的 很簡單 一個煎脆皮雞 很juicy的 你看看 麻煩呢 未訂閱就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分享給朋友 可能會有少許熱氣 但不要緊 喝杯涼茶就搞定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